这四十大个咱们亲哥俩 好像 亲哥俩 你也来一下 就别往脑子上踢了 往手上踢 用力脚踢下来 还封头挂印 谁来啊 你来啊 你来啊 是不是 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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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伦单身 好 哇 厉害 好啊 好啊 咱们这个 也是傅老师啊 对对对 您二位这个 您是哥哥 对 这个 我们这位傅老师是兄弟 对对对 那您这哥哥怎么听兄弟指挥啊 这个 他团长啊 团长长了 团长长了 好帅 那您二位这个练这中藩 谁更早一点呢 我们俩差不多 全是十来岁 都是十来岁 从小就一起练这个 对 都是过去父亲一块教吗 对 我们俩标着练 他练一下我练一下 我姐也比着练 对 你会这我就得会那个 那您家里头一共是弟兄几位啊 弟兄五个 五个 对 都练了吗 那是都练这中藩吗 就我们哥俩练 为什么让您哥俩练是您哥俩练这条件比较适合吗 玩就是淘气呗 淘气 淘气 这是一个好的这个办法 这个 小时候淘气 这家里说管这俩孩 这太淘气了 这这么多人都怎么搞 来来来来 你们俩练中藩来这样 拿中藩压一下 对 所以今天傅老师您带来的另外三位都是您的徒弟是吗 对是我徒弟 都是不安分 不老实 我觉得我觉得其实有一个人是很老实很老实啊 对 就现在拿着这个中藩的这个 一直语不发 来来来 跟我们也打个招呼吧 你好你好 我姓姚我姓姚 这是我师爷 这个是我师父 那你当初怎么想着学这中藩 其实就是一个机缘巧合 认识了我师爷 认识了我师父 就慢慢就喜欢上这东西了 来来来 就一定爱着 你多大呀 我今天二十九 那你练这个你爸妈有没有担心 人家傅老师说是家家里肯定放心 你这个爸妈一听是练这个有没有不放心 没有 就是你喜欢的就行 是真喜欢吗 真的爱吗 真的喜欢 我现在觉得说师徒俩还真的看上去有点像呢 像哥俩吧 像哥俩 像哥俩 要像哥俩把那个宽篓把大脸穿上 好不好 把大脸 对了 这是要摔跤了 什么呀 让他把衣裳换上 那这傅老师这样趁着他们换衣服 咱们再简单地聊两句 我听说这中藩 比如说过去咱北京好多牌楼啊 对吧 这要从底下过 这可过不去 这个练中藩有这么一讲究 就是剑桥不躺 剑桥不躺 不能躺 不能竖着这么 顺过去不行 不能躺下 是要扔过去 扔过去 扔过去以后再接 一般的三米多高 扔三米多高 扔出去三米多高 那头再接住了 那边的接 接不是拿手 光是拿手去接的 而且拿身子 扔起来以后拿身子去 这过去那是不是这过牌楼 这也得有好多人 有个人的围观看 对 游戏就喜欢看来 这过牌楼 对吧 三米多高怕扔上去 这要过前门怎么办啊 那只能绕着走 绕着走 大家我们这个傅老师啊 这个不光把式练得好 嘴里功夫也好 他说话都留有余地 对 而且傅老师是一个 特别幽默的人 对对 而且天津就是天津 这种根儿 对吧 这种幽默 北京就是这种北京 就是每句话 你都得琢磨 但是其实咱天津入化也很根儿啊 对啊 也好成啊